三番市 疑似青少年枪斗 两人受伤 本周一下午2点30分 警方接到报警称 三番市三街以及帕洛街区发生枪击事件 警方表示 枪击导致两人受伤 目前 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 但受伤情况不明 一名目击者表示 当时有一群青少年拿着枪向对方射击 目前 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警方的确认 三番市交通局表示 23路 24路 44路以及54路公交车的通行 可能受到枪击案件的影响 天下卫视记者胡晓报道